当地时间5月8日,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再度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布列甸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出庭。 这次法庭聆讯结束后,华为公司发出媒体声明说,美国下令逮捕孟晚舟是非法滥用程序,孟晚舟将向法庭申请终止引渡程序。 此次聆讯大约持续两个半小时,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在庭上再次提出,在孟晚舟遭拘捕的过程中,其权力受到侵犯。 在控辩双方同意下,法庭决定将于9月23日再次开庭,进行相关信息披露聆讯。 正式引渡程序的庭审则初步议定在明年1月展开。 此次法庭聆讯结束后,华为媒体事务副总裁豪斯代表华为公司向媒体发表声明。 声明说,华为一直相信孟晚舟女士是清白的,同时认为,美国下令逮捕孟女士是非法滥用程序,背后有政治因素驱动,而非出于法治考虑。 声明说,孟晚舟的律师当天在法庭上披露了三个重要事项。 第一,针对孟晚舟发起的刑事案件,完全基于不实指控。 律师此次在法庭上明确指出,孟晚舟的行为是公开透明的,银行人员也完全了解相关问题的实际情况,没有证据证明孟晚舟有欺骗、不诚实或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行为。 银行也没有因孟晚舟的陈述面临利益被剥夺的风险。 第二,加拿大相关部门在FBI参与下采取的行动,对孟晚舟依据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所享有的权利,造成了多次严重的侵犯。 加司法部公布的证据表明,拘捕孟是由加皇家骑警、加边境服务局和美国FBI三部门互相配合的。 加皇家骑警故意延迟出示拘捕令,以例行入境检查为名,对孟实施非法扣押和搜查。 另外,他们还搜查了孟的行李,并根据FBI的指示扣押其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强迫其交出密码。 关于此案件的更多关键证据,目前还在加皇家骑警、边境服务局和司法部手中。 孟晚舟女士后续将向法庭申请,要求皇家骑警、边境服务局和司法部进一步公布相关证据。 第三,逮捕孟晚舟违反了美加引渡条约及加拿大引渡法的核心原则,双重犯罪原则。 美国对孟的指控是基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但加拿大目前并没有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 因此,孟晚舟面临的指控在加拿大并不构成犯罪,引渡请求不满足双重犯罪的要求。 此外,律师认为引渡程序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因素将导致对公正的严重损害,也会使孟晚舟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 孟晚舟将去此向法庭申请终止引渡程序。 加拿大司法部于当地时间3月1号就孟晚舟案签发授权进行令,其后,孟晚舟曾经在当地时间3月6号出庭聆讯。